如果一個月內高鐵延伸宜蘭 站著這個問題 不能夠讓宜蘭人 能夠不要再吵的話 一定要政務官負責 政務官當然就是身為部長 必須要負起責任 對於立法委員的指教 都希望我們的閣員都要傾聽 我們知道這個案 現在根本還沒有確定 連走道交通部都還沒有 大家不要生氣 不必義氣 好好的食糧 像西部高鐵在選址的時候 也都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 是反則緣 多多溝通 我想行政案為了要讓宜蘭的交通更便利 所以特別花了一千七百億 要來讓高鐵延伸到宜蘭 因為站著的關係 地方可以說是吵不停 那這到底是誰的責任 這到底是我們交通部 這個部長身為一個政務官 他沟通不利 還是在整個這個專業的一個問題上 沒有辦法突現 我想這都是一個我們要注意的一個重點 站在我們是一個立法委員的身份上 我們不是宜蘭人 但是我們還是關心這一次的一個高鐵 這個延伸到宜蘭的這個站著的一個問題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大概這個站著的一個討論 應該恕口而止 如果是這個政治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這個部長應該要盡視去做溝通 去做說明 讓地方能夠更了解 能夠讓這個站著的問題 找出定案 不能夠再吵下去 如果再吵下去 一定會影響地方的一個和諧 會讓中央的一個美意好事變壞事 這一點我們不能夠這個接受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正式喊話 如果一個月內這個高鐵 這個延伸宜蘭站著這個問題 不能夠讓宜蘭人 能夠這個不要再吵的話 那這個一定要有政務官負責 那政務官當然就是身為部長 必須要負起責任 所以我特別重申這個一個月時間 不是很長但是也不短 我相信有能力的部長一定可以解決 宜蘭的一個這個站著問題 今天委員因為你抬了第一槍 所以現在有媒體解讀的是音隙 其實雖然好像看似對王國台部長動手 但是能分拳頭是打在蘇貞唱片上 是想說您的戲師隔山大流 我是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的召集委 那我當然是關心有關中央的一些這個重大的一個交通政策 那尤其在這個會期特別是高鐵延伸到宜蘭 站著這個問題變成是一個我們交通委員會的一個交點問題 所以當然我有態度 那我也有意見 所以我的意見表達是這個身為立法委員 我贏進的責任